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咱们中国跳水界的两位璀璨之星 全红禅和陈玉希 巴黎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 央视的面对面节目对这两位跳水双子星进行了专访 里面爆出的一些故事真是让阿晨感慨万千 咱们先来说说全红禅 这小姑娘可真是了不起 在巴黎奥运会上成功未免女子十米台冠军 阿晨认为这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要知道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 这期间全红禅面临着发育观的巨大挑战 据相关数据统计 处于发育阶段的运动员 身体的变化可能导致动作完成的难度增加30%以上 但全红禅硬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的训练守住了冠军的宝座 然而当她去见陈玉希时 内心却充满了自责 觉得对方丢了金牌会难过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拿这块金牌 阿晨觉得这恰恰体现了全红禅的善良 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品质 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界实属难得 再看看陈玉希 19岁的她已经正式去同济大学报到了 阿晨认为这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在学业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她能在运动员生涯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 还不忘追求学业的进步 实在是令人钦佩 要知道运动员在训练之余兼顾学业 时间和精力的分配难度极大 据不完全统计 能够在运动员时期 就顺利进入大学深造的比例 不足30% 而17岁的全红禅 目前还没能上大学 但她已经拿到了大满贯 当央视主持人问她 是否想见好就收时 她的回答坚决果断 我为什么要见好就收 阿晨认为 这份对梦想的执着 和对自我的挑战精神 正是全红禅能够一直备受 网友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红禅出身农家 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在跳水领域 创造了非凡的成就 她的励志故事激励着无数人 而且她身上一直透露着 那种纯真品性 有啥说啥 毫不做作 这种纯粹 正是她能够在跳水项目中 达到超高境界的关键所在 未来四年 对于这两位姑娘来说 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全红禅还在长高增重 在跳水动作中 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据专业分析 如果身体增重五公斤 那么完成高难度动作时的失误率 可能会增加20% 如果你见好就收 可能吗 不可能 为什么要见好就收 因为你还可以更好 可以一直好下去 金牌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的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批一批 去做到记忆下 成年里 在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外 全红禅还面临着 陈玉希的追赶和反超 在冬奥女单十米台决赛 全红禅以425.4 落后全红禅 40.8分的成绩 获得亚军 冬奥时期 全红禅正值发育官状态并不好 冬奥 冬奥后全运会连续两场的失利 令他产生自我怀疑 他能否扛过发育官 恢复到之前的高竞技水平 性格内敛 沉稳的全红禅是一位沉默的野心家 两场失利给心态造成的几股 全红禅446.2 令人积节赞叹的高分 反而又发出他不服输的性格 他不信这个鞋 2022年不达PSC市井赛 他以0.3分的分叉显胜全红禅 成功未免市井赛女单十米台的冠军 久违的胜利让他惊异 原来他也有赢的概率 在坚持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2022年博宁跳水世界杯 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2023年跳水世界杯西安战 首次胜利后 陈瑞希继续迎来了三场胜利 这三场比赛 陈瑞希分别以19.4 10.4 7.7的分叉领先全红禅拿到冠军 在全国跳水冠军赛那场 全红禅第四跳207C出现罕见的巨大失误 只拿到54.45分 赛后他少见的 为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枯了 前几场势力 也让他小小的沮丧 就感觉自己老是差那么一点点 2023跳水世界杯西安战后的蒙特利尔战 全红禅跳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高分 458.2分 胜过陈瑞希19.3分 在连续失利后为自己拿下一局 两个月后的2023福岡市井赛 全红禅两跳收获三个满分 一跳收获四个满分 跳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457.85分 右双未免拿下冠军 成为市井赛历史上第一位 女单池米台三年冠的运动员 这场比赛 全红禅的比赛分出是445.6 第四跳207C更是跳出7个满分 445.6放在之前 女台的哪个时代 你说不能夺冠 没有人能相信 作为亚军的 她更是狂甩季军的加拿大选手 一百多分 福岡市井赛后的六场国际新大赛 全红禅逝胜两副全红禅 全红禅胜胜逝逆的两场是 2023杭州亚运会和2024年多哈市井赛 全红禅也拿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市井赛冠军 时间线就来到了巴黎奥运会 全红禅以4.9分的分叉胜过全红禅 赢得冠军实现未免 巴黎周期任何国际新的女单神女台比赛 都注定是全红禅和全红禅的高手过招神仙打架 这些个外国选手可能私底下哀嚎着 你知道吗 我又要去参加比赛了 但是我只能竞争铜牌 金银牌注定属于那两个中国人的时代 2024年跳水世界杯柏宁战 全红禅由于查出宽布基业无法参赛 才有了外国选手拿到银牌 而他的分数是339.1 对全红禅断成领先了93.7分 在如此辉煌灿烂的战绩下 全红禅和全红禅是当之无愧 名副其实的女台双子星 星光璀璨的双子星 全面战胜了发育观的影响 维持了高水准的经济状态 以一颗超出年龄的大形象 抛开了外界的喧嚣 专注于赛场 JRC不仅战胜了身高体重 快速增长对经济水平的拖累 更是拿出了比发育前 更强悍和高水准的能力 在与彼此的巅峰对决里 两个人良性竞争你最我敢 共同在跳水国家 对对外征战史上 写下龙墨重彩的一笔 试问之前哪个时代 女台能像现在这般一出去比 全红长和陈芸汐同样实力断成了其他选手 尽管这样说相当冷酷 可这样的分数拿到国际上去 实在算不上有竞争力 巴黎周期各项国内 赛事没有涌现出新的女台人才 如果全红长陈芸汐没有扛过发育观 整个巴黎周期来自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女台不会是这般的盛况 全红长陈芸汐是毋庸置疑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双子星 是他们凭借自身的天才和成辈成辈的努力 在幕后所有人的帮助下 一起创造了这个中国女台最好也最高的时代 缔造了中国女台绝对的统治力 也将女子跳台这一运动托局到历史之高点 说实话 我个人不喜欢女台这个项目 她太生女运动员的青春饭 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趁起女台的天 运动员多伤病是不争的事实 多怪你 我至今最记得的画面 是囊瓶对停车场保安掏出的残疾症 伤病和两个十几岁小姑娘两者的叠加 让我很失心疼 不知道为什么 大众格外亲爱天才叙事 可任何一个天才支撑起他们天赋的 绝对是日复一日的刻苦和努力 没有努力做底的天赋是一座纸糊的房子 风吹两下都倒了 巴黎周期中国女台的绝对统治力 是全红禅全运系在幕后所有人的帮助下 用他们一跳一跳 一日又一日艰苦训练打下来的江山 谁忍心伤害他们 还真有 全红禅 这位年轻的跳水冠军 是如何从一个社交恐惧者 蜕变为社交达人 同时保持她的冠军风采 和纯真个性的呢 让我们一同探索 曾经 全红禅在镜头前显得羞涩而紧张 面对媒体的聚光灯 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家队的温暖与粉丝的爱 让她逐渐敞开心扉 成长为一个自信 活泼的社交高手 从社交恐惧到社交自如 全红禅的转变 源于她周围满满的爱与支持 她依旧保持初心 这份转变不是性格的改变 而是成长的见证 两次奥运征战 她依然保持着 魏敏的童真和快乐 用自信的态度 面对每一次挑战 参加奥运会 对全红禅来说 虽是常态 但背后的努力和汗水 却非同寻常 为了维持 甚至超越以往的辉煌 她付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努力 发育期对女性跳水运动员而言是一大挑战 全红禅也不例外 她通过严格的体重控制 艰苦的训练 以及面对伤痛的坚强 最终登上了荣誉的巅峰 全红禅认为 没有必要因为年龄或外界的期待而改变自己 她坚信 真正的实力源自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而非天赋 对于她而言 发育期的挑战是自我超越的过程 她以坚定的信念面对 相信自己定能克服 全红禅的故事 是一段从青涩到自信 从恐惧到自在的成长之旅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定和不懈的努力 感谢观看